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嗨 我今天要教你們讓你爽爽的NLP 那很多小朋友問我 欸 你要講什麼 我想說 我現在跟你講你一定聽不懂 你要來才有辦法 那讓你爽爽的NLP是這樣子的 其實 我有這個爽的綽號 已經快取代我的本名了 很多人打電話到我家第一件事 我要找林忘記叫什麼名字了 還是叫阿爽好了 後來啊 這個 我要跟各位講為什麼會有這個綽號 就是我在國二的時候 我從一個公立的學校 轉到一個私立的學校 那我當下很生氣 在暑假的時候 因為我暑假作業寫完 才告訴我要轉學 很噩啊 好 那我轉學進去啊 老師就第一件事都是最厲害的 自我介紹 那我一個人自我介紹 我就站起來 大家好 我叫林家豪 林是那個雙木林 家是家庭的家 豪是豪爽的豪 結果他說 蛤 豪爽的爽 從此我就變林家爽 因為可是名字太長難念啊 所以就變阿爽 是這樣來的 那阿爽這個綽號 讓我在這個學校交了蠻多朋友的 齁 除非是這個 這個綽號很有趣嘛 對不對 因為很多 很少人會有這個爽當綽號 通常不是什麼黑啊 就是白啊 之類的 因為你同學應該也是這樣子 那阿爽 欸 就很容易交朋友啊 那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爽啊 在大家的定義上 它可能是個開心 它可能是個愉悅 它可能是個舒暢感 那 有同學都是幫我這麼介紹 我自我說 欸我叫阿爽你好你好 然後就很疑問 為什麼叫阿爽 這時候男生就過來 說 因為他讓你很爽啊 然後還就是因為這樣 我就開始研究說 到底 為什麼一個簡單的字 可以讓大家這麼開心 所以交朋友不是靠長相啊 你們要搞清楚這件事 那 後來我就是接觸了一個東西 叫NLP NLP 因為我們在家裡 尤其是男孩子 在家最容易跟一個人吵架 小爸爸 他只要一個表情 一個眼神 一句話 一個舉手投足 你就想跟他吵架 不知道為什麼 應該在場很多人也是這樣 女生也是 只是我不是女生 我不知道女生怎麼樣會想吵架 可能無時無刻都想吵 指他一下 你幹嘛指我 之類的 這就是NLP 讓我知道 原來 你們已經不小心 把不好的情緒 跟這些動作啊 眼神啊 話語啊 或是那個人 所相連結了 那我今天呢 會有個技巧演練 讓各位呢 好好的把好情緒帶出來 好 那我接下來要做的技巧呢 是NLP 我最喜歡的 叫找回快樂 那找回快樂 各位注意這個螢幕啊 它有個感覺的旋轉 就是等一下我在引導你的時候 你可以注意一下自己身體有沒有個旋轉 在哪裡不一定 每個人不一樣 它在你的耳後啊 肩膀啊 胸口啊 背 大腿 手臂 不一定不一定 每個人不一樣 那就透過我的引導 各位來發現一下 到底自己快樂的旋轉 到底在哪裡 那這個技巧叫做找回快樂 是非常百搭的技巧 那我這時候需要點音樂來幫我輔助一下 你們回想一下過去曾經擁有的一個美好時刻 他可能是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你不是我 你覺得做那件事非常的開心 你閉上眼睛 仔細的回想一下 當時你在做什麼 當時的畫面是什麼樣子 清楚的聽到當時的聲音 換出當時的感覺 想像自己已經踏回那個現場 好像就是昨天發生一樣 你看見你會看到的東西 你聽到你曾經聽到的 感受你曾經感受的 把整個畫面變成彩色 注意一下自己現在的呼吸 當時怎麼呼吸 你現在就怎麼呼吸 仔細感受一下 細細的觀察 你身體哪裡有一個旋轉 那個旋轉呢 就是你快樂的旋轉 找到之後 你感覺可以自己控制這個轉動 加強它 越轉越快 三倍 五倍 十倍 二十倍 轉得越快 你覺得自己越快樂 你好的情緒 會一直在高漲 那做到這個部分呢 你已經找到自己旋轉的快樂 那有這個旋轉的請 稍微舉手讓我知道一下 喔有人有 好謝謝請放下 那如果沒有的話 你回去自己再做一次 好跟你講喔 這個厲害的地方 還不止這裡喔 你以後 其實可以做連結 你這個旋轉現在轉一轉 就很開心了 那你未來呢 你可能會遇到一些 你不喜歡的事情 有時候其實你不知道 你喜歡的東西 到底是興趣 你是做了才喜歡 還是喜歡才去做 其實不太曉得 對不對 那你們 尤其是大部分現在是學生 你在念書啊 你在考試 其實應該都很不開心 那我們今天呢 就幫你把這個連結 結合在一起 你在讀你不喜歡的科目 你在面對你不喜歡的人 你在面對未知的挑戰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做連結 你未來會非常的開心 那現在呢 我再繼續幫你們做最後的連結 把剛剛的旋轉呢 轉動起來 轉動到最強的時候 想像一個你未來 可能要做的事情 在座的各位可能都是學生 你就想想 你在參加大考 你在看一個你不喜歡的科目 你不擅長的 或是你即將要面對的樂父母 轉動的快樂 把你要跟他 或是你要處理的事情 從頭到尾的做一次 你在旋轉的時候 想像著 你起床 你刷牙 你換上衣服 打開家門 你坐公車 到學校 坐在書桌前 打開那本書 你面對 你最不想面對的東西 但是因為這個旋轉 讓你跟這件事結合在一起 那未來 你要做這件事的時候 你會感到莫名其妙的快樂 這樣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好 那我的這個連結是這樣子 首先你現在就是我 我教你們NLV的做法 你從過去 集結一個快樂的經驗 你在現在 你得到一個旋轉 這個目前做起來 已經是80分了 你得到一個旋轉 你隨時轉它 你都很快樂 那你連結在未來之後呢 你可以在未來 會產生一個很好的情緒 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現在很 那個有一句話很流行 叫做先處理情緒 再處理事情 我們把情緒處理好了 我們事情呢 自然而然可以迎刃而解 那其實各位已經有具備 這個成功快樂的資源了 所以希望各位可以好好的應用 那希望在你們未來的人生 像我一樣 學了這件事 交給各位 或者是自己呢 很開心 感染給所有的其他人 謝謝